2021年7月3日,向导集体,关于丹恋和失去的友谊,传导Carolina Shee and Ryan,译者扬声传导。 问候,亲爱的,我们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再次与你们交谈,很多人发现他们的关系现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我们分享我们的书连接,向导集体关于恋爱和友谊的演讲中的一部分。 这段摘字第四章,单相思的爱和失去的友谊,问,在过去的五六年里,我有好几次爱上某人或与某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一切进展顺利,然后他们突然感到沮丧,愤怒或幻想破灭,通常是因为一些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的事情,然后就离开了我的生活。 我花了好一段时间来克服每一次的损失,接受它,然后继续前进。 为什么会发生单恋或仪器呢?是否有一种特殊的振动可以让我们从中学到一些东西呢? 向导集体,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人们会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向我们提问。 问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可能是我如何才能放开那些放弃我的人,那些不再为我更高的利益,但我仍然依恋的人呢? 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个难题,因为人类往往会很容易地放任自己放弃一些人,那些他们没有情感投入,没有期望或不再需要的人。 然而,有些情况并没有让你们放心地随和乐观。 例如,当你们清理必除时,是的,我可以放弃它,它从来都不是很合适,也不适合我,我很快就会得到更好的东西。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你们如何祝福和释放对你们来说很珍贵的人,明白这种情况永远不适合你们,或者这种联系,虽然曾经是积极的,但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不再为你们的更高利益服务呢? 释放你们仍然爱的人是一种特殊的放手,需要对你们的高我,你们的灵魂,你们的人生道路和宇宙有高度的信任,而其他事情很少需要。 当你们爱的人转身离去,再也没有回来时,那种失落感就像经历死亡。 最肯定的是,这是一种死亡,这是你们对那个人的快乐理想主义和期望的特殊体验的死亡,你们期望他们扮演特定的角色,不只是几个月或几年,而是无限期。 所以,我们问那些悲伤和难以放下的人,你们是否曾经失去过一个人并认为这是一种极度悲伤的失去,然后几个月或几年后,意识到你们的悲伤是不必要的呢? 事后看来,这可能是你们当时放手过程的一部分,但不是对失去的准确描述。 随住时间的推移,你们的高我和你们自己的更高智慧告诉你们,这个人不仅不适合你们,而且从长远来看,他们对你们的道路,偏好和人生目标是完全的错误。 有些人不允许自己从这种认识中获益,他们坚持理想主义的信念,他们认为他们所爱的人会回来,或者他们会在某个时候意识到我的价值并感到抱歉。 其他人则指责自己,说,我应该从一开始就发现他们对我来说完全是错误的,我忽略了它不起作用的迹象,我被我的吸引力和我们之间的能量蒙蔽了双眼。 我住迷了,仅此而已,我们会说,这些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都规避了这种体验的核心现实,也就是接受没有进入你们的生活只是为了让你们快乐的人。 事实上,最亲近的人往往承担着给你们最艰难的时光的艰难角色,而那些只和你们在一起一段时间,然后戏剧性地离开的人往往扮演着鼓励你们多去爱自己的角色。 当有人感到被拒绝时,很容易怀疑他们是多么可爱,而那一瞬间的感情却纯粹是镜中的映照。 这个镜子不仅向你们展示你们从未完全爱过的自己的那些部分,而且还向你们展示你们过去某人的行为,无论是在你们的亲生还是其他的生活中。 这通常发生在父母或祖父母,或者你们在很小的时候信任的其他人,当他们本应该尽可能地在你们身边的时候,他们离开了你们, 并释放了对你们所有的责任。 然而他们并没有,他们离开了你们的家,或者他们留下来,但却忽视了你们童年的需求。 更糟糕的是,他们可能一直在虐待你们。 这让你们想知道,作为一个很小的小孩子,你们做错了什么,导致他们无法以你们需要和期望的方式去爱你们。 这是单相思的伟大礼物之一,它打开了一扇你们永远不会自己去打开的门,围绕放弃这个词的整个能量散发出失落、羞耻、孤独、不配或无价值的感觉。 还有一个被忽视的孩子的悲伤哭泣。 这是大多数家庭在不同程度上参与的一种虐待形式,但很少认识到或承认。 因此,当你们长大成人并寻找爱,或愿意让他来到你们身边时,你们已经成熟了,可以应对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将反映你们早先被教导的真理。 你们已经在非常深刻和强大的层面上对所有潜在合作伙伴抱有这样的信念,你们不会在我身边,你们不会和我在一起,你们要么不满足我的需求,要么离开我,让我很痛苦。 因此,从内部设置了某种陷阱,现在长大的妻儿只能在世界各地游荡,寻找他们最需要的时候没有经历过的爱和认可。 然而,在他们内在痊愈之前,他们只会被那些会实现我不配的基本信念的人所吸引。 就像一个很容易去证明的等事,这正是走进门的人,一个认为他们不值得的人,随之而来的情感痛苦可能会令人难以忍受。 然而,这就是最终倾听内心的孩子的方式。 你们在失去或从未完全锚定对你们来说似乎完美的爱之后所经历的悲伤和失落感,并不是基于那种情况。 他们基于你们的过去,无论是来自这个生世还是其他生世,你们来这里是为了疗愈和转化你们所携带的较低的信念和能量的。 这些信念和能量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你们,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会发现一些开悟的灵魂说要感谢过去的配偶或恋人的原因,因为那个人通过虐待或抛弃他们, 向他们展示了他们需要疗愈的东西,以及他们内心需要变得强大并最终找到声音的东西。 潜入那种体验的内在深处并克服那些旧的感觉只会让你们变得更强大。 你们来到这里扬生,这要求你们处理地球生命历史中需要提升到更高层次的一切。 质疑你们是否值得被爱,你们是否被爱,你们是否是爱本身,是扬生之旅的核心。 这与学习原谅或释放允许和尊重他人选择的道路,从所有人的更高利益的角度思考,以及尊重你们和地球的更高目标一样重要。 我们这样说不是为了让你们气馁,也不是责骂那些因为没有立即从这个角度看待事物而感到不被爱和被抛弃的人。 我们努力在每一个角落鼓励、建立和激励光之工作者,但是请注意,当你们处理对恋爱、友谊或家庭之爱的失望时,你们正在处理灵魂承诺的核心,也就是在这一生是疗愈你们的业力过去,并完成你们很久以前定立的旧合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